早上好 我是嘉炫 欢迎收看10月23号的百隔城报 首先带你来看各报的头版 大部分媒体都关注了 老千在大马10个月之内 骗走了42亿令吉的新闻 警方今年截至10月 一共接获21374宗商业最案投诉 所涉及的金额高达42亿令吉 而各棘手的是 警方难也真正打击到 躲藏在幕后的诈骗集团 因为这些不法集团 利用被爱情蒙蔽的妇女 以及贪图不劳而获的青少年当前侣 不法集团在过去四年 从这些前侣多达39,743个的银行户头中 转移了81令吉的无意之财 但无论如何 警方将会在下周展开逮捕前侣行动 至于新海峡时报则独家报道了 目前面对32项控撞的前首相纳吉 预计在本周之内将会被加控四条罪 这一次的四项控撞跟一马公司 与阿布扎比国际石油投资公司汇款有关 报道引述消息指出 反弹会早前针对这起案件 所展开的调查重点就是 当时兼任YDB主席的纳吉 如何支付款额给IP 而政治是没有在获得内阁通过的情况之下进行的 接着让我们来看其他的国内新闻 废死课题在国内引起非议 持续发酵 尤其是在内阁职议 不会在这课题上悠转过后 国防部副部长刘震东 日前在个人部落格撰文表示 强制死刑一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一般人以为死刑可以消灭罪犯 可以报复 也可以节省 但是最后问掉的绝大多数都是中下阶层 因为有钱的通常不必以身犯险 其中独立就是最好的例子 刘震东也说 无需靠死刑完成正义 因为警务改革才是关键 不是罚多重 而是让犯罪者知道 一旦罪犯就会被抓到 至于要如何实现正义要求 不让任何一人遭到不意 刘震东就坦言 这一把尺要拉好并不容易 因此他恳请全民一起理性讨论 另外不反对费死的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 也呼吁政府在废除死刑之前 进行三个事项 其中就包括了公投 该会也希望政府不要仓促决定 要多聆听民意 最后有政治新闻 七十一岁的公正党后任主席安华 被西蒙指定为首相敦马哈迪的接班人 而敦马昨天晚上在出席论坛活动的时候 再次被问及退位之事 他这么回答 再次被订阅上 尽管东马如此表明 但针对朗人权力交接的协定模式 东马没有给予具体的答案 而刚刚东马提及人民的选择 乌统员兵师国会议员哈山阿里芬就建议 在东马任期届满之后解散国会 给予人民机会根据西蒙和国阵的进水宣言 重新投选政府 若真的是如此 你又会怎么投选呢 今天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